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成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话题 因为我看到现在网上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而且分化越来越严重 那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我姑且称之为白莲花 什么叫白莲花呢,就是说主要就是以西方这些白左势力为代表的 那么这些人啊,他们其实是对这个现实生活缺少于一种普遍认知的这么一种人 他们甚至连这个饭店门前杀一只鸡都要自己哭半熟的这种人 他们一定会反对这种这个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入侵的 他们一定认为开枪是邪恶的,连美国的持枪都要反对 你更何况是发生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了 那么另外一点呢,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 那就是黑暗丛林法则 什么是黑暗丛林法则呢 那就是,其实这个词来源于刘思新的小说三体 黑暗丛林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宇宙中啊,存在着一个参议链 大家彼此不信任彼此 那么当一个文明遇到另外一个陌生文明的时候 就一定想办法把对方干掉 现在叫《宇宙黑暗丛林法则》 其实以前就是达尔文的这种这个适者生存 这么一种竞争法则 很多人都给我推荐过这个三体这本小说 有些人是千里迢迢从中国特意给我带过来的 现在我家里就有这么四五套这个三体的小说 基本都是我大陆的朋友们给我推荐的 其实啊,我这个对他们的好意非常感谢 但是我其实个人非常不喜欢 如果说我不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的话 也许我觉得这个啊,这可也许是个真理 可我恰恰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是觉得这个宇宙中是存在善意的 是善良缔造了这个宇宙的 而并不是靠这种猜疑链和恶性竞争来缔造这个宇宙的 这个宇宙啊,自属于存在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善 无论是基督教也好啊 佛教也好啊 总之历史上它证教一定是导人向善的 因为善构成了我们这个宇宙 恰恰是因为人的恶不行 才造成这种宇宙的败坏 才造成宇宙的解体 如果这个宇宙中一开始就存在猜疑链的话 一开始就是有败坏的话 那么这个宇宙早就解体了 那么这两种理论在网络上吵得都非常熏 其实我看的都是一种理论 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 白莲华理论呢 他们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他们是在这个理论基础是法兰克不学派的知识分子 他们叫精英集团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颠覆西方社会 方式呢就是通过这种叫什么 文化精英啊 破坏这个古典保守主义的基督教价值观 他们有反文化运动 多元文化运动 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 这就是他们的文化马克思 那么黑暗丛林法则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属于这个达尔文主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属于马克思的原教制主义者 他们都是一种理论 都是马克思理论 有什么好争的 其实我看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人类啊 确实有战争 这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 十有十五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甚至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那么只要是存在战争 战争就存在着正义性和非正义性 这并不像白莲花所想的 所说的 只要是战争就是非正义的 战争一定是存在着理论 那么战争的正义性呢 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人也就讲究到叫做 中国人经常讲啊 叫有道罚无道 其实西方战争也是这样 就是要有个明确的理论基础和理由 那不然就是我无凭无语的去打仗 那我一定是个精神病 或者一定把他 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的邻居就来打你 你的第一反应 你不是恩仇 你觉得这是个精神病 你会请他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无缘无故的 那么战争的正义性在哪里呢 人类最早的战争可以说是古埃及 古埃及就有这个人类文明 七千年的文明嘛 他就有战争 那么战争的主要思想 古埃及呢是有他的解释的 古埃及的解释是什么呢 埃及的政治神学认为啊 只有法老 具有战争的唯一合法性 就是他是执行众神的权利 这就是战争的合法性 中国的哲学也产生的非常早 也是跟我觉得比爱迪稍微晚一点 但也很早的 他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战争的著作 其中主要集中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战争呢 从这个夏商周到这个秦汉三国两进南北朝到这个隋唐五代十国两宋 元明清到今天 中国的战争无论怎么延续啊 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华夏文明的延续问题 那么从西周开始 我们就可以讲啊 他就是就这样 叫做尊王攘夷 什么是尊王呢 就要承认天下公主 这个天下公主就是周天子 当时的周天子 那么周天子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秉承着中华文明的正统 其余的呢 就叫做蛮夷 你只要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原则 那你就是蛮夷 那么我只要征讨你 我就是称之为正义之师 那么战争我们之后 我们所有内部的战争 就华夏民主内部战争 也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 那就是这个叫做 邪天子以令诸侯啊 因为我汉室江山姓刘 所以我刘备呢 就是正义的 那么这个一波相传 谁拿到了这个传国玉玺 谁就是合法继承人 历朝历代呢 这都变得很重要了 无论是这个赵构尼玛渡江 还是这个朱棣去这个封关近海 封锁朱云文 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么一个主题 那么包括到今天 中国和台湾的合法性 也是就争论 谁是中华正硕这么一个问题 五千年来都是这样 这不仅是一个师处有名的问题 中国战争还讲究一个程序正义 春秋时期打仗啊 是要有规则的 那个时候 就首先你不能不宣而战 你要约架 你要这个下阵书 在两国交界的地方打仗 这叫边疆 要称之为疆场 那就是我们要打仗 要在那里打 这叫约架 打架之前 你要先那个盘盘道 就北京挂了打架 要先盘盘道 我们先讲讲谁有利 谁没利 你所以才会出现什么 诸葛亮骂死老王了 就是因为我们要讲讲 谁有此道理 骂完之后 我才能叫做 叫做中国有句话 叫做不古不陈列 就说我要送方摆好阵 我不能说我这帮 阵没有摆好 你就去打 我只有把我鼓声一敲响 说明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再打 这叫给彼此尊重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 说你又没打 你要我没准备好 就打我 你就属于不义之战 对不对 再有叫做不从伤 不从伤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负伤了 无论是重伤还是轻伤 我就不能再进行 对他进行伤害了 他就退出战斗了 不像现在我打仗 我都没打死了 给你补一枪 你这也是属于不义 还有一种叫做不二毛 不二毛就是说啥 不擒二毛 就是你打仗啊 你遇到老兵 比你年龄长的人 你不能活作他 你要把他放了 还有叫做不竹北 不竹北就是说 打仗打败了可以跑 跑了之后你可以追 但是不能追出五十步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五十步 叫百步 就是说我跑了五十步就管用了 你跑一百步是没有用的 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现在张老板这个道理啊 这个反过来用了 你如果不符合以上这种原则 你都叫做不义之战 所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我就读过那个上下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里讲了一个章 就叫做愚蠢的宋相公 村丘五霸的宋相公 我读到这个时候啊 我就非常不理解 因为宋相公他有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事迹啊 就是说对方和打仗 他的军师啊 就跟他说过河过一半 这个时候我们打他的时候 他无暇顾及我们 我们这仗肯定赢 宋相公就说 我们是仁义之师 我们不能去这个趁人之危 然后就等着对方过河 结果打败了 那么这个在这本书里的定义呢 就是他是愚蠢的宋相公 当时我就 我当时这个 就特别不理解 我说这是一个很仁义的人 打仗就该这么打呀 你能够趁人之危 那那就要正确吗 我就非常不理解 但是呢 那个书的产生的年代呢 就是在这个文革之后 文革之后呢 那么你共产党执政天下嘛 那就是他 毛泽东讲的这个 论持久战 就是这个敌批我扰 敌进我退 那讲的就是游击战 游击战说白了就是流氓战 你不产生任何这种 不讲任何江湖道义的战争 就称之为游击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跟这个文昭 我们也聊过 那么文昭呢 他是一个战国时的英雄 他讲这个兵者鬼道也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非常不喜欢 从此之后 我就非常不喜欢这种战争 因为我觉得战争 他已经失去了这种 你程序也不正义 事处也无名 我就觉得搞战争 搞政治 你不如搞艺术也就好了 对吧 那么我就之后就 基本上就是往艺术上面发展 从此对人间的战争 政治就不喜欢了 那么西方文明中呢 也是这样子 基督教的观点呢 影响深远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应该说是 圣奥伍斯丁 圣奥伍斯丁呢 他是在古罗马时期的 那么一个著名的人物了 我们这个 很多人都知道 他经历的事情就是 罗马的沦陷 被这个 蛮族勿勤 他必须的组织 这些人把罗马城夺回来 在夺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把 解释战争的合法性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神学家 神学嘛 那当时都信这个基督教 什么是神学 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打仗 打仗的 这就 他为什么打仗 这就变得这个 很重要了 因为基督教是讲 你打我左辆 我给你右脸 我得递给你右脸 这是不打仗的 但我为什么要打仗呢 他就解释 就是说 是神的正义性 必须在人间得到执行 抵抗入侵 就是恢复神的荣光 不容置疑 这就是罗马战争 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 所以我们到后来 看了他们那个 十军东征 他是有以理论基础的 他们认为 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神 这就是正义的 另外呢 他解释了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战争的目的 一定是以和平为目的 就是以战指战 这一点啊 就有点和我们这个 中国的哲学很像了啊 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打仗 这才是正义的战争 那么第二个西方比较重要的人物 叫做托马斯阿奎纳 阿奎纳是那个中世纪的这么一个基督徒 那么他对正义的解释呢 就对 他对正义战争的解释 就影响了后世很深远 他认为正义 分为自然正义和实在正义 这个自然正义呢 就不需要去证明 就是天赋人权 但是叫做也不能 他自然正义就不需要证明 就是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是神定的 这就是神的法律 那么人呢 也定了人的法律 但如果人定的法律 违反了神的这种法律 那么用神的法律 来打人的法律 这就称之为正义的战争 那么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了 这就为我们这个后世 说明人是有反抗暴政的权利的 那么按照中国人的理解 这句话也好解释 这叫做替天行道 你看那个宋江造反 他打这个棋就是替天行道 叫做反贪官不反朝廷 因为他认为他的朝廷就是天 但皇帝就是天子 那么在西方哲学里认为呢 人伦 神给人定的人伦 这就是最重要的 那么如果你这个法律 违反了人伦 你就是不正义的 那么我以我的正义 来反对灭绝人伦的这种战争 这就是正义的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加拿大的卡车斯基 他们就是认为 我秉持着这种 追求自己权利的这种人文思想 那么你 你制定这种法律 土豆的这种法律 你就是不正义的 所以说 他们就是有道发无道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随便说两句 无论从东西方的传统 我们都判断判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谁是正义的 谁是不正义的 我觉得作为看客 作为观众 我们心中都会找到一个答案 那好 那谢谢大家的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一起去寻找人和神的联系 好 谢谢大家